大家好,我是小草月 這場是古墓在正式符合神解說 我覺得影片不錯,可以幫我點個訂閱喜歡 同時打開小鈴鐺 左下角可以看到推薦的出裝奧義 現在每週三六晚上八點 我都會固定在NoLive平台直播 古墓是一隻在邊線上的坦克 他不太適合走輔助 奧義的部分你可以帶全坦 你也可以帶猛攻庇佑龍爪這一套 然後如果你想要詳細聽古墓的技能介紹的話 你可以點選右上角的資訊欄 那部影片裡面呢有詳細的古墓技能介紹 那這邊呢現在嘗試抓對方的一波圖倫 這邊呢持續輸出之後 這個圖倫傷害有點高 我們這邊直接跟他換掉 另外一個斬殺拿到手插之後 這邊我們是走不掉的 不過沒關係 一換一整體來說這古墓不虧 而且我們浪費掉 對方打野非常多的時間 那在左下角這一套的裝備呢 攻擊裝備的話古墓我建議只出火甲 再加上一件攻擊裝 可以是鋼槍或者是天叢雲 剩下的就不輸了就出全坦 那大家一定要知道古墓的定位呢 是在一個控制型的坦克 他擁有四招技能 一技能會重置 然後有一些古墓上的使用小技巧會分享給大家 首先最要知道呢 就是古墓的三招技能都可以觸發那個被動 疊層數 命中的英雄的時候可以疊兩層 小兵疊一層 疊滿之後呢會瞬間刷新你的一技能 他會重置冷卻 然後將一技能變成一個位移途徑 那我們這邊先來支援一波 對方打起來了 這邊先利用一技能疊一下 我們現在才兩層 這裡呢把對方的凡跟魔龍打在一起 造成暈眩之後往前推 直接開啟這個大招 那你可以看到 下大招的這個層數還在疊 然後最後一段的運氣比較好 剛好大招打下來是 還有四層的被動在身上 所以我們一技能過去之後 一個二技能又再刷新一次一技能 這個東西呢有點偏運氣成分在 就是古墓這個英雄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 他其實也不太算小技巧 算是bug嗎 或者是說 這個角色本來就這樣設計 就是 當你的大招開起來之後啊 你每一個總子命中到了 對方英雄的時候會自動疊兩層嘛 因為畢竟命中英雄是兩層 但是呢 你疊滿刷新的這個一技能之後 其實這個被動還在疊 所以當你大招結束或取消掉之後呢 你身上是有三種可能的 一種是沒有印記 再來呢可能是兩層或四層 那最好的情況當然就是四層啦 這樣代表說呢 你的二技能只要隨便碰到一個小兵 或者一個英雄 你就可以瞬間再衝刺一次 大招結束之後你就可以衝兩次 那這個角色呢 在聖士服的強度我覺得還不錯 還蠻強的 算是 目前最佛星的 他可以在 活動開始前先 搜集這些 這個古墓之星 然後去 湊到免費獲得的一個條件 但是呢 這個角色還是不太好自己carry的喔 畢竟他的傷害來源呢 大部分都只是一個偏控制性能 那如果你想要傷害高一點的話 你就帶猛攻龍爪吧 但是你的坦度就會下降非常非常的多 簡單來說呢 你的魯翔程度就會降低 但是你的爆發就會提高 那我們這邊隊友趕到了 我們這一個一技能 把他送到我們家隊友旁邊 隊友呢就開始砍樹了 瞬間就把這個樹砍爆了 我們這邊呢 再去推一下這個下塔 那鞋子的部分呢 記得大家自己去選擇出物防或魔防鞋 這個角色呢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魯翔的坦克 絕對不要搞錯他的定位了喔 然後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個天大的壞消息 就是在古木這個角色上到正式服的時候 其實已經被砍過一個非常重的一刀了 就是他的一技能呢 是沒有點高降冷卻的效果 體驗服的這古木的一技能呢 是一開始的時候是冷卻時間是5秒 再來呢會降到3.5 但是正式服的這古木呢 從頭到尾的冷卻時間都是5秒鐘 有稍微去消低了他一點點魯翔的這個能力 但是其實呢影響並不大 因為呢這個一技能是會重置的 所以在用的好的古木的情況下 其實一技能的途徑來說不會影響到特別多 然後再來就是 與其說把這個角色放在邊線上面 但是我個人認為他走魔龍路的邊線會更加好一點 不管你是紅方還是藍方 我覺得走魔龍路的邊線會更好 原因是因為這個角色呢 在一打二或者是打這種小型團戰的時候非常強勢 我們這邊把古木推回來 再一個斬殺 把這個樹砍成兩半 然後古木帶的挑戰技能呢 可以帶斬殺可以帶瞬移 瞬移的用途就更加廣泛一點 斬殺的話呢是在一波爆發會強一點 所以呢我還是比較推薦大家去帶瞬移的喔 但是呢帶瞬移的話大家要記得 他就更加像一個控場型的坦克了 因為他的傷害呢絕對是不足以在一套或者是兩套之內 瞬間把隊友秒殺的 那大招也是比較偏向於一個團隊性質 那這角色的續戰力跟回復力很好 所以呢你也不用擔心 一套兩套打不贏之後呢 你會殘血或很難打 你就跟他打了五套十套之後 站在草叢裡面 之後順便再呼他兩個巴掌 這邊呢我們到中路喔 先用一個一技能緩速這個趙雲 不過他跑得很快 我們這裡呢 直接戳到了這英雄人家小兵 所以我們可以突進了 上去之後呢直接一個二技能再開啟大招 直接把這個反正打殘之後 八個種子之後暈眩 不過沒有殺掉很可惜 如果我們有帶這個猛攻跟龍爪的話 可以擊殺掉 但是血量跟冷卻就會少非常多喔 那如果你想玩一個暴力的古墓的話呢 你可以把第二件的這個攻擊裝換成破陣 之後呢再出這個全坦 然後帶猛攻逼龍爪的話 你就會感覺到你的古墓呢傷害非常非常的高 但是你的古墓就特別容易被人家劈成兩半 一定要特別注意 在少打多的時候啊 這個古墓的坦度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這邊呢 就直接把這個兵刷完 一套combo呢就會直接讓一技能重置完 這裡呢我們自己去點一下這個塔 目的呢就是吸引對方越來越多人來也沒有關係 我們這裡呢就看到真的很多人來了 這邊再用一個一技能刷清完之後 一個二技能拍下去 一個一技能往前推直接開啟這個大招 之後呢就開始利用這個護盾跟緩速吸血 吸完之後呢可以看到我的被動式已經好了 直接往後拉 隊友幫我擋一下圖倫大招之後直接回程 這個呢就是古墓在團戰中的一個威力 他很容易對方要貼他打的時候呢 這個一技能跟二技能的命中率會非常非常的高 我覺得可以算是全傳說對決裡面 數一數二魯曉的一個角色了 魯曉曉 這邊我們再到中路去洗兵 沒有關係我們就跟剛剛一樣 吸引到很多人來招我們玩也沒有關係 這邊呢但是這邊隊友不在了好不好 這邊你滷過頭呢你就被劈成兩半了 特別留意 一定要隊友在的時候或隊友幫忙支援你的時候 才有辦法這樣做 這裡呢就用一個像是馬二四的拔刀斬 可以徹著打 然後把兵打回來之後呢 用一技能把他們推回來 這裡持續的去殺對方趙雲 這裡再拍一下 暈到之後再往前推 直接再開啟這個大招持續輸出 那我們優先的是抓對方的射手 沒有機會再抓對方的古墓去回血 那我們身上有四層被弄的關係 這邊拍一下呢一技能就會又好了 這邊再往前去幫隊友擋一下 這時候往前推把對方的古墓推開 一個巴掌把這個古墓給劈成兩半 之後呢再把這個趙雲推回來 讓我們再用直接猛烈的輸出一波 不過被暈到了導致我們有丟到斬殺 這邊再往下走 去追這個趙雲 趙雲呢就要往下走 那他就削起來了 就跟他的ID一樣 這個GG了 直接一個斬殺 把他秒殺掉之後呢這邊 直接丟一個大招 這邊對方看到我的大招之後 是完全不想要在裡面跟我打 打越打我血越多 我這邊原本是殘血又回到半血了 這邊本來想回家 但是呢這邊買裝 削平削到一半的時候 居然被斷掉了 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的血白就回的差不多了 默默的呢在草叢裡面居然就回滿了 這邊呢我們就想說 那既然這樣的話我們就再蹲一波 那大家還記得我在幾秒鐘前是殘血的狀態嗎 好像忘記了沒有關係 就是這麼的OP喔 這個續戰力真的是很誇張 我們這邊呢再督一下 這個角色千萬不要想著一套把對方灌死 或者是呢 一套去做到什麼事情 沒有你就是要這樣子不停的去鬧對方 鬧到對方不要不要之後呢 他就會走過來讓你殺 這邊我們再拍一下 把這古墓給推回來 不過沒有推好是讓他跑掉了 我們這邊再督一下 這時候對方的古墓是走上來之後 一套被我們家隊友秒殺掉 這裡再督一下 這時候呢看一下有沒有機會疊到這個被動 沒有的話我們就先往後撤 如果疊到的話我就衝進去了喔 這邊再嘗試去疊一波 這個照雲撞到照雲之後我們的一技能刷新好了 拍一下之後呢 暈到對方反正再督一下 直接開啟這大招 之後隊友就被我盧到不要不要盧到死掉的 這個實戰解說就到這邊結束囉 那大家一定要記得古墓的這個定位阿 這個非常非常重要提到非常非常多次 玩得越鬧的話呢 這角色就越強喔 那麼今天影片就結束囉 論訊影片不錯 可以幫我點個訂閱喜歡 同時打開小鈴鐺 有任何對於古墓的想法 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想追蹤的收藏動態 可以到IP或H點讚 我們就要下部影片見 掰掰 好的 好的 好 好 好 如果 。